郑州科会科技去目设备智能生产线方案演示 根据珠兰柔性化智能焊接生产线标准 我们郑州科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套设计、制线、并线化配合生产 设备包括全自动激光切管机、全自动弯管机 AGV智能化电动穿梭车 智能焊接机器人 自动气动翻转变位机 物料快装定位小车等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的生产系统 一号生产线共分为八个区一切管机工位 人工使用天车及电葫芦 从原材料区把成捆的钢管调至切管机及两台激光切割机上 上料装置自动上料 切管机把钢管切割成若干长度的短管 通过切管机下料装置下料到料车上 由人工拉至三台弯管基础 二、另此时同步两台激光切割机 通过激光切割机上料装置上料 然后激光切割机自动进击 自动切割各种长度的钢管 激光机自动下料装置 会把切割好的钢管自动下料至料车上 由人工拉到料车存放区 三、弯折工位 切管下料好后 拉至三台弯管基础 对不同长度的钢管进行弯管 弯管完成以后 由人工拉至料车存放区 四、柔性自动化焊接系统 四台AGV小车 自动把物料存放区的料车 通过AGV线路 拉至八个工作站的上料区 每个工作站都是两个工位 人工把物料上至工作站的工装夹具上 上料完成夹具上气缸自动压紧 卷帘门落下 弧光升降频升起 工作站里面的机器人开始自动焊接 与此同时 该人员去工作站的另外一个工位 焊接完成后 卷帘门打开 夹具打开 顶升气缸自动顶升 帮助成品脱模 人工把焊接的成品物料取出 放置工作站下料区 由HV小车 拉至焊接成品区